各位朋友,新加坡又挨中国网友骂了 有新加坡的粉丝给我发来了材料 浩哥,你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吧 到底怎么回事呢? 因为新加坡最近在中国网友的口中 比如说五一的时候,有好多中国网友吐槽 说新加坡那边东西又贵,规矩又多 不知不觉,你可能就得被罚个几百块 所以说不去新加坡,你在国内赚不行吗? 有好多网友在网上这么说 最近又有一个话题上了中国网友的热榜 就是说有一个移居到新加坡的华人 他自己在他的媒体上吐槽 新加坡人特别讨厌别人说他是华人 在我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认为新加坡人跟咱们同出一种嘛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哎呀,咱们不都是同胞吗? 没想到的新加坡人马上就脸黑了 谁跟你是同胞啊? 我是新加坡人,不是华人 当时给我干一愣了 之后我也就没再说过类似于同胞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不喜欢别人叫他是华人,华裔 而是喜欢别人说他是新加坡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更忘了自己在那里到底在哪儿 这个视频印出呢 马上就引起了中国网友的这种热烈讨论吧 是吧,我倒是觉得是这样 新加坡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呢 可能二代啊,或者是三代啊 他们应该是对自己的华人的身份的认同呢 那就很淡了,对吧 不过要是这个最近移民过去的一代啊之类的 应该是没有这种现象啊 他可能遇到的是那种新加坡的这个可以说是扎起根来的 已经是完全啊,这个不认同自己的身份的吧 其实呢,你要说新加坡呢 其实是一个挺矛盾的地方啊 各位,新加坡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分裂呢 你要按说70%的人口是华人的国家 而且新加坡一个搞这个一人一票的制度 是吧,他应该对自己的华人的身份 没什么抵触才对啊 为什么那么这个觉得自己是个华人都不认同呢 其实他是有历史渊源的啊 这个新加坡呢 其实呢,在夹缝中生存也挺难的啊 新加坡2022年呢 人口呢,564万人 华人呢,占了74% 其他的种族呢,是马来族、印度族 这个,为什么华人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 最后却没有选择将汉语作为第一大的国语 而是将英语当作是国语了呢 这个呢,就从新加坡的过去啊,有关了 新加坡呢,早在三国时期呢 华人呢,就来到了这片土地 在吴国的康泰的吴时外国传一书中 把这个地方呢,称为普罗中 根据考证呢,这个词汇呢 是由马来语执意而来 意思是半岛最末端的岛 就是这么个意思 时间呢,到了近代 1924年,新加坡呢,被英国人殖民了 1942年呢,被日本人侵占 二战结束以后呢 英国恢复了对他的殖民统治 但是经过二战洗礼的这个日不落呢 大不如前 对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统治呢 基本上都摇摇欲坠了 这个时候呢,新加坡呢,走向了独立之路 1959年,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嘛 新加坡呢,终于从英国人手中获得了自治权 成立了新加坡自治帮 李光耀出任总理 根据当时的协议规定 除了国防和外交 让英国人管理以外呢 自治政府将负责新加坡的其他的事物 由于新加坡呢,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出来的 所以呢,当时呢 把马来语呢 一边争取完全独立呢 一边呢,把马来语作为了国语 当时是因为他靠着马来西亚嘛 对吧,马来西亚呢 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他也得夹缝中求生存 从英国独立了以后 他说,我就把马来语作为国语吧 其实,马来人,马来族是少数 他只是为了一个生存 知道吗 当时呢,又把这个英语 也作为他们的官方的语言 新加坡当时面前路有两条 一条是童话 一条是求童 童话呢,就是从中选取一个主体民族 推行他的文化 让其他的民族接受和认可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他选择这个谁童话呀 你纵观整个东南亚的历史 从古代开始呢 都是中国的小弟 都是这个华人的文化 当时呢,选择中国文化作为主源呢 似乎也可行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经历了一段 又穷又弱的 那个屈辱的历史 跟着中国文化走呢 当时他们也觉得不愿意 也觉得那个中国太弱了 风险太大了 于是呢 新加坡就选择了求童 这条路 李光耀上台以后 他的第一个主张 就是限制汉语 推行英语 当时呢 中华总商会 商量过 希望汉语作为官方语言 不过呢 他拒绝了 是吧 他很强硬 说可以 但是前提 你要把我打倒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通过语言 来和世界交流 我们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说呢 就用英语吧 我们学习好英语 和世界接轨 对于新加坡而言呢 英语呢 就相当于一种中立的语言 所以呢 大伙呢 对这个呢 当时呢 也不是太抗拒 那问题就来了 因为新加坡呢 有70%以上的华人 对吧 那汉语呢 在新加坡是什么地位呢 是吧 所以呢 新加坡很多的汉人呢 说的呢 也都是方言 就是汉语也有多种方言 在新加坡流行 而且汉语又很难学 字呢 又复杂 所以呢 这个没有在新加坡呢 推广的开 最终呢 新加坡呢 还是以英语为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新加坡是新加坡的二代之类的对于自己华人的这种认同呢 那就非常的可以说是淡了吧 对吧 这个新加坡呢 他呢 现在呀 英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这是四种 再加上华语 这是新加坡四种主要的官方语言 小学生呢 一边背三字经 一边呢 用英文解数学题 大人们呢 在会议室里边则多用英语交流 回到家呢 与自己的长辈呢 用这个汉语的方言来聊天 所以你说新加坡长大的孩子 他的身份还是比较分裂的啊 各位 如果说语言是多重人格的话 那新加坡的孩子 好像每个人从小长起来的话 都有点人格分裂啊 因为不同的场合要说不同的语言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不必过于质疑呢 他们是否西化了 或者是忘了这个自己的根之类的 他就是因为这个小国啊 要在一个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 他谁也不想得罪 他所以只好走出自己的一条 新加坡的文化认同之路 所以中国的网友呢 也大可不必 对此呢 这个耿耿于怀是吧 毕竟呢 这个新加坡呢 那边呢 还是华人的根啊 这个华人的血脉比较多 不管他是认同自己是华人呢 还是这个新加坡人啊 但是唯一不变的 就是他的黑头发 黄皮肤啊 这个是走到哪儿 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啊 所以呢 网友呢 网友呢 也不必苛求这个事情 两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